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射我全部的爱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就是我的 我的期待 for I run my mind 你是可爱的 pretty girl 我正想牵着你的手 抱歉请个鞋头多手 歌词想破了头 她无法在心中 Hey girl 我的话不荒谬 看你开心就足够 我正想跟你说一句 I love you so 发射爱心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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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世界最可爱 给你最真的告白 发射我全部的爱 你就是我的女孩 你是心里小可爱 你就是我的我的期待 for I run my mind 我喜欢的你看 我是你也傻笑 我喜欢的你还 小心想要睡觉 我喜欢的你快 给我你的拥抱 我喜欢那个你 因为是你 怎么都可以 鸡肉翻炒几下 再加入花椒 干辣椒 快速翻炒均匀 游戏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这么关键的时候 不通报委员 私自动用公司资源 去帮助一个 小助理公关 周大壮 你不想干了是不是 张总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与他无关 游戏 你以前任性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事关重大 不能再挂着 现在同志公司 所有公关力量 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 帮助裕齿摇摇解决危机 游戏 你别得寸矜持 这不是得寸矜持 这是我的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 行 这样 你先发声明 跟他平行关系 然后让他走人 做不到 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这份合约 也没有继续的必要 游戏 游戏也是不知道中有什么血 难道不知道练琴曝光 对于一个流量明星来说 简直就是自答饭满 现在好了 人气暴跌不说 广告商还要告他美约 我倒是挺佩服他的呀 平时看着奶萌奶萌的 没想到这关键时刻 这么难忍 放下自己的事情不管 去帮养养啊 这个呀 就是爱情的力量 你们都不懂 爱情 爱情管什么用啊 现在好了 张总知道了 依我看 游戏这次凶多几少 难道原来圈的一颗明星 就要救死陨落了吗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张总要跟游戏解约了 什么 姚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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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晓芹 我 我来给游老师送饭 游戏现在应该在忙 我帮你送给她吧 不用了 已经撒了 不要告诉游老师我来找过她 ivid Está gospel 冲 towards legacy 恋情暴光是不是对你影响很大呀 这么点影响 忽略不见 恋情暴光了吗 婚纱里拍想找我们做代理 啊 那你玩的 你到底有没有点自知之明啊 你要是为了他好 就识相点 赶紧离开他 跟他在一起 你不配 推销保险的 送快递的 游戏是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难道不知道练星曝光 对于流量明星来说 简直就是自大饭啊 咱组要跟游戏解约了 什么 还没回家 等我呢 还没回家 等我呢 嗯 游老师 我今天突然想了很多 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 我就拿出了你的包 破坏了你和蔚然导演的见面计划 我 只好用稀里糊涂的 做了你的家教 还有助力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骑着电动车带你赶通告 h 可以 让我放开 云石摇摇 这就是你想的鬼埋法 我头发装乱了 再然后 在发布会的现场 我临阵脱逃了 害得你要亲自上场纠缠 这样想起来 我一出现 带给你的全是麻烦 这么一双 好像确实是了 刘老师 你会觉得累吗 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觉得累 你有你的事业 你的未来 这一切都不能因为我而被毁掉 我曾经想过 如果没有我 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我让你一怀疯的 不停 我会得到你 你和你一怀疯的 你会不会来 我会得到你 我会得到你 你和你一怀疯的 我会不会太疯性 我会得到你 我会得到你 过去 瑤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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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瑤瑤啊 你这回可总算是想通了啊 接下来啊 咱只要开个发布会 澄清一下 这件事情啊 就算完美解决 你继续当你的大明星 她呢 继续回她的学校 上她的课 简直两全其美 你在说什么呀 你微博发她声明啊 对 在这儿 本人与玉琪瑶瑶 仅为上下其关系 现玉琪瑶瑶正式辞去主力一致 请大家停止猜测 照耀 哇塞 短短几行字 温比飞扬 态度明了 完美解决 这风 缓缓吹过 几夜夜落空 没人能懂 本人 一直将演艺事业 作为自身全部追究 不愿意 不愿理会无辜造谣抹黑 但是她演变之刺 为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 特此声明表态 希望大家停止揣草 更多关注我的作品 我不愿意 我不愿放开 这一段情爱 就像鱼儿 离不开 谁不能够存在 我不愿放开 就算是阴霾 想起你的好 只能证明自己活该 我不愿放开 这一段情爱 就像鱼儿 离不开 谁不能够存在 不愿放开 就算是阴霾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不愿意的好 只能证明自己活该 玉石嬷嬷 开门 玉石嬷嬷 是不是你让他抖的 我冤枉啊 我做什么了我 我忙着帮你删帖都来不及呢 那他怎么一句话都不留 突然就走了呢 朱大正我告诉你 要让我知道是你干的 我非白你 那就 你 你冷静冷静 瑶瑶走的时候 她肯定给你留什么东西了吧 就电视剧里演的啊 都会留个纸条 留封信什么的 尤老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你了 都什么年代了 还留信啊 肯定是瑶瑶我给你留的 花花干洗衣店 怎么走了连句话都不留啊 原来瑶瑶是铁了心 不想让你找到 三舅 瑶瑶她肯定是有苦衷 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你去哪儿你 找人 这么早要找到什么时候 那也得找 御史教授那你找了吗 御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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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找御史教授啊 他上一周就走了 去哪儿了 听说 好像去一个什么古镇 研究 什么民俗课题去了 古镇 嗯 谢谢啊 爸 我们做什么事情 你们这个地方 我记得 我们这个地方 这就离开了 其实我们才从来 我们呢 她仍然是在我 她们自己没有做 还能不能在这儿 地方 听我乱和宅 心这些气质 你不敢在那儿 根本 我说什么 他他跟我来 你要是他 三舅 这都起牙了 我是瑶瑶不让我告诉你的 不不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三舅呀 瑶瑶 怎么样 这儿是不是比城市要安静很多啊 我觉得在这儿待着很舒服 我手机掉了 别着急 爸帮你了 爸 不用了 水这么深 捡起来也没法用了 算了 那好吧 那是你说的 我们天错之后 然后怎么了 被事情穿弄了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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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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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睡 也得睡 才发现你是 最无法代替 你从来都不会给我写诗的 我们天了以后 然后怎么了 没时间装弄了 让我唱起这首歌 我又想起你了 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快乐 帮我唱起这首歌 让泪都停下了 才发现你 待遍你的全是麻烦 最无法代替的 帮我唱起这首歌 我又想起你了 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快乐 帮我唱起这首歌 眼泪不停滑了 才发现你是 最无法代替的 亲爱的你是 最无法代替的 喂 谁游戏啊 挂了 你先别挂 先别挂 不管这个郁齿瑶瑶 是走了要还是丢了也罢 那你恋情这事曝光了 那始终得善事善终吧 声明发了 发布会 暂定在下周二 你看如何呀 好 好 好 她竟然跟我说好 小夕 赶紧联系维体啊 咱们的明月证啊 据说从春秋时期啊 就已经形成承诺了 你们看这棵大树啊 它就已经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 小木头 小木头 低头 这儿 游老师 你不无聊吗 听得我都无聊死了 我不无聊 我跟你表演个独家绝活 好啊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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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看 走吧 大叔 您今天能钓着鱼吗 能钓上 晚上 给你做糖醋鱼 谢谢 大家 解草 要稍微 热 他 有点 受了 我有点 知道 早上 不知道有老师在干吗 瑶瑶 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 怎么还开冷风啊 这里空气太潮湿了 我怕扇子会发霉 本来想开暖风的 搞错了 别说那么多话了 既然病了 就要好好歇着 等病好了 再跟大家一起去考察民俗文化 爸 躺着 你要是不听话 我马上把你送回江州 行了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遇吃遥遥 她善良且单纯 就算被前男友和闺蜜劈腿 就算面临无理由的指责和陷害 也总是选择独自默默承受 她才华横溢却谦逊好学 其滋滋不见地教导 仿佛黑夜中的灯塔 指引游熙和潘朵为首的一众迷途高扬 重新走上正途 三九看不出来你挺才华横溢的啊 行了 行了 赶紧走 别打扰我窗子 三九你看你这篇文章写得感天动病 听者落泪 闻者伤心 可不可以步伐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当迷途高扬 把我名字缺了吧 这 这 人是不是有病啊 说谁是医经病啊 我是让你帮瑶瑶说话的 不是让你骂人的 鞋子我们都没素质 习惯了 习惯了 超哥 你来 挺好 超哥 你的蚊子能不能 激情一点啊 那么枯燥 哪儿呢 刘蓝亮 你这用词都过失八百年了 笑啥笑啊 笑 粉男神不过失 我觉得挺好的 喂 游戏啊 这次发布会啊 这花篮啊 想要占助的花店啊 斩断前程 这个系列怎么样 很贴合我们的主题吧 还有 还有 对 还有这个绝别之类的 我觉得也不错 你觉得 行了 行了 你定吧 我定 真的啊 喂 喂 我定 斩断前程 三九 什么发布会 你别管 是不是和瑶瑶有关系 是不是跟你恋情曝光有关系 你是不是想开发布会 澄清和瑶瑶的关系啊 我这么做有我自己的道理 三九 我正为看错你了 男神我们走 不做渣男的帮凶 怪不得瑶瑶离开你 哼 走 好 你了 她叫你 吃饭了 她说要饭了 她叫她 不吃饭了 怀念她 你不会有苦 还挺容易 那是可爱的 她不太好 你可以帮她 她不可以帮她 她去她 走 你帮玉池瑶瑶解释那么多 你是她的小号吧 来了来了 水军喜盘来了 大家注意 你说玉池瑶瑶没有抢闺蜜男朋友 说她没有靠老爸走后门 破格进入江州大学 你有证据吗 她如果不心虚 为什么不出来解释 反而辞职一走了之啊 我不生气 解决问题 究竟是玉池瑶瑶抢闺蜜男朋友 还是她的坏闺蜜和渣男男朋友 联合起来劈腿 你们实地考察问江州大学任何一个知情人 就能知道真相 听我说的阿猫阿狗瞎掰扯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靠老爸走后门 破格录取江州大学 拜托 玉池瑶瑶还需要走后门 就她这才华这学识 明明是江州大学拿钱求着她去上好吧 我一会儿呢就发她自己做的诗 让你们好好摩拜一下 最后 关于她不辞而别 她那不是心虚 她是不想伤害别人 但是总有一天 她会回来的 我没看错吧 这是玉池瑶瑶自己写的诗 这水平还需要上大学嘛 虽然看不懂 但感觉还是很厉害的样子 我露转粉了 现在知道了 号外号外 我朋友就在江州大学历史系 他告诉我佟景和英舅 联合劈腿玉池瑶瑶的事 在他们系 早就认定结枝了 什么 玉池瑶瑶是无辜的 这反转 帮帮帮帮帮 爸 这是什么呀 你的手机 不是掉到水沟里面了吗 爸给你买了个新的 你们年轻人啊 不玩意手机多无聊啊 爸 不用了 拿着吧 这个地方只有这么一种手机 以前将就用 好 谢谢爸 杨阳啊 你看 今天这外边天气挺好的 没什么事 你就出去走一走 晒晒太阳 别一个人老闷在屋子里 豆瓣女神 豆瓣女神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对呀 宝贝 快看 豆瓣女神 最近很火的那个 什么豆瓣女神不女神的 见到美女就搭讪 你是不是皮眼 她真的是豆瓣女神 轻点 她真的是豆瓣女神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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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瓣女神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为什么 我已经为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却要离开我 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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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明天媒体发布会的名单 你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这个火龙果娱乐 上次是爆料过你的黑量 但是他在业内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新闻媒体 想要肇事可少不了他们 对 还有这个 太少了 把什么农业频道情感都市类节目 全部给我叫来 越热闹越好 明天的发布会 我要全中国都看到 游 游戏啊 这男人啊 这也是武器 听说游戏明天就要召开发布会 成千恋情了 那样最好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以为我手里只有那张照片的 只要他明天开发布会 我就立马把这张照片全抛出去 到时候他落个欺瞒粉丝的马力 娱乐圈他还混得下去吗 宋大男神 你这次准备得很充分嘛 那我就施目一带了 那我就施目一带了 游戏啊 游戏啊 准备得怎么样啊 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我就是说我们家游戏是最棒的 等这发布会一开啊 我呢 就得去找个地儿去做个SPA 然后再拔个火棺 这些天熬的呀 我我我 我这这憔悴的 得付多少张面目才能补回来呀 不行 我得联系家店 去预约个SPA 你去哪儿啊 一会儿发布会就开始了游戏 来 等我 一起 好 这事情 我再去哪儿吧 我 观众朋友们 游戏恋情澄清的个日发布会 即将开始 安排的媒体已经准备就绪了 游戏 你自己灭亡 就别怪我来个梦中捉鳖 游戏来了 游戏已经入场了 发布会即将开始 大家好 我是游戏 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 今天的发布会 主要是为前段时间所谓的恋情曝光 给我的粉丝 以及关心我的人一个交代 这张照片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对于内情估计的不太了解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照片的女主角 律师瑶瑶 她是我的助力 于四个月前入职 三天前入职 工作期间尽职尽责 她是一名专业 认真 负责的主力 这张照片 拍摄于两个月前的晚宴上 当时一时情急为了帮她解围 我冲动之下 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当晚情况如何 在场宾客皆可证明 因此 这张来路不明的照片 完全不足以作为 我们俩在一起的证据 死到零头赖嘴 把照片发出去 好 游戏否认了 千多万千粉丝内心的偶像恋情 竟然以乌龙告终 证据 至少得是这样的 这场居然出现了惊天大女传 游戏居然自爆裂体 迎接流量游戏居然在 发布会直播中 身上升线 那请告白 这个世界是疯了吗 什么情况 游戏在找死 第二天 撑似 封面 冬开 放开 美 BGM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